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中场是上涨132点来做收 收在14349点 上下震荡388点 在今天成交量2572亿 所以这个盘已经确立反弹走势了吗 我们赶快第一时间帮您来观察目前的国际盘 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是傍晚的5点43分 Daw Jones目前是下跌的局面 目前是下跌了0.63% 同时在纳达克的部分 目前也是一个下跌的局面 我们来看纳达克目前也下跌了 超过0.84% 好我们来看到欧洲股市 目前欧洲股市跌幅持续的扩大 特别是德国股市大跌超过了一个百分点 法国股市目前也大跌了1.29% 而英国富时指数同样出现了重挫 整个欧洲股市全面重挫 美国的期货盘目前卖压也越来越重 所以我们赶快第一时间 再来看我们的台举期 目前台举期瞬间出现了急刹 目前台举期下跌了89点 就在刚刚稍早我们录影之前 突然之间瞬间出现急刹 什么原因我们等会好好来解一解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亚洲股市 亚洲股市受到了美国股市反弹的影响 在今天普遍都是红盘的 除了陆股在盘下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亚洲股市当中的 日股 韩股以及台股表现是相对亮丽的 日股大涨超过一个百分点 韩股也强劲反弹了1.8% 而台股上涨了132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反弹 其实是不弱的 所以我们看到外资在今天其实卖得非常少 只有卖超2.8亿 有机会出现大V型反转吗 长荣和台积电出现了破底翻 不过投信一路卖卖卖卖 卖到变成死亡交叉的个股还在卖 原态金像店持续的创下新低 在今天投机气氛越来越浓了 包括生技的药花药 元宇宙的宏达电都出现了喷出 生技和元宇宙有十档公道掌停板 这个族群气势如虹 而6月份营收现在陆陆续要公布了 跌破眼睛的个股要小心了 瑞宇的营收四个月新低 结果股价持续出现落实破底 我们稍后一帮你来做解读 光来介绍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林昌新 大观好 大家好 要请到资认分析师苏惟元 谢谢好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蔡仲华 大观好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陈维良 权威姐好 大家好 参与所助理教授朱岳中 大家好 最后谢陈妍会参加我们的讨论 不过我们现在赶快第一时间帮你来解读 国际股市为什么瞬间出现急伤 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是傍晚的5点46分 现在欧洲股市的跌幅仍然相当的沉重 普遍都是大跌超过了一个百分点 美国期货盘也越跌越重 特别是我们来看一下欧元 在刚刚稍早欧元出现跳水 我们来看欧元瞬间 就在刚刚瞬间从1.0448 瞬间跳水来到1.0285 为什么瞬间出现急沙跳水 到底发现什么事情 当然我们同步要来看美元指数 在刚刚稍早的美元指数则往上强劲走高 目前已经突破来到106.06 大涨了0.87% 怎么回事 因为现在已经影响到胎指期的表现 赶快请昌星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 欧元瞬间出现跳水 对 我想其实就是在于说 大家对于经济衰退的解读 其实今天下午 法国的PMI指数 就服务业的 其实公布出来是怎么样 下修 那表示说整个欧元区不好 英国也出来 央海也出来说 整个接下来的经济前景堪率 因此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经济前景就预估 欧元区加息的速度应该会什么 会落后于美国 这个时候其实利差就会破开 所以看到盘中 整个从欧元开始跳水 而且创了 应该是算新低 应该我将近是20年来新低 20年新低 20年新低快要变1比1了 那借此我们看到 包含法国 德国指数通通都什么 直接雪崩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欧元区的衰退会比美国来的严重 好 我们来看刚刚的新闻 在刚刚稍早在5点28分 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是5点48分 就在20分钟之前 即使新闻公布欧元区6月份的商业活动 结果出现了明显放缓 包括我们请导播弄近一点 标普全球的综合PMI数值 在6月份跌到了52 低于5月份的54.8 我们再往下来看 包括服务业 服务业的PMI在6月份跌到53 显著的低于5月份的56.1 那么这些数字都让专家担心 整个欧元区我们来看这段话 加大了该区在第三季陷入 经济衰退的风险 制造业已经在下滑 而在生活成本危机之下 服务业历经到明显成长的动能流失 特别是家庭对于非必要商品 以及服务的支出已经陷入了明显压力 所以所有的数据显示 欧洲经济衰退的风险越来越高 朱老师 确实是这样子 我们如果再看到 代表整个欧洲经济状况的综合PMI 是从5月份的53.3 跌到现在只剩50 到这50就是这个龙库的分界点 所以50多喝吧 所以你看到这个数字 53.3跌到剩50 这个跌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当然让大家很担心 这个欧洲的经济状况 除此之外又传出来说 北欧航空蹭不下去的宣布破产 本来想说解封了 不是经济应该要开始转好了吗 航空公司要开始有红利了吗 结果居然还是撑不住 撑不住不就让人家觉得好像是 可能没有那么快就要转好 所以我觉得 真的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我干脆就宣布破产 所以我想这都是造成 今天下午欧股大跌的原因之一 好 实际上加上是英国央行 又出来讲话了 是啊 所以说我觉得 英国央行出来讲话 其实他讲的衰退是这样 英国它不是欧元区 照理说它影响不会这么大 所以率先加息的是英国 英国加息完才轮到欧元区 那连英国都出来说衰退 那我想英国它的加息力道 会越来越猛 那加息力道一猛 整个股市就会继续的往下跌 所以我认为也是今天 股市下跌的原因之一 好 所以现在欧洲股市和美国期货盘 压力沉重到底会不会影响到 明天的亚洲股市呢 我们都要好好来谈谈台北股市 不过我们回到在今天 我们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跌破眼镜了吗 中美打了这么久的贸易战 中美剑拔弩张了这么久 真的要停战了吗 那么之前说好冷的消费电子 竟然在今天传出 恐怕我们跌过头了 恐怕我们看坏也看过头了 那说热的好像也没那么热 所以特斯拉出问题了吗 而消费电子都说寒冬来临 会不会其实只是秋天呢 而说好的封顶呢 当初不是说油价要封顶吗 怎么回事 现在油价越走越高 罢工连环烧 所以现在不管资本市场 还是产业都在在跌破眼镜 我们先来讲中美停战 中美真的要停战了吗 拜登突然之间宣布要降中国关税已自救 我们先来看新闻 最近新闻谈到了 拜登在这个礼拜就要宣布 调降大陆的部分关税 而且外传消费品以外的会调高 那么是不是会撤销对中国的关税呢 金融时报说 拜登正在考虑两面手法 但是美国对华贸易却出现了 逆差上的低估漏洞 特别重要的是在今天 刘鹤汉叶伦热线了 所以如果没有要调降 恐怕两个人不会在这么敏感的时刻来热线 所以今天的热线 似乎已经在为未来调降大陆部分关税在铺隔 所以现在谈的就是取消对华关税 到底会取消哪些关税 哪些会受费 怎么评估拜登这一次的降关税 老师 我们就先从今天刘鹤跟叶伦的会谈谈起 两个人再次的会谈 上一次是去年的十月 到这一次你看到隔了这么久再会谈 这个时机点当然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是不是真的美国要开始松动呢 好 目前就中国方面的说法 说今天我们谈的内容 大概就包含全球工艺链的问题 全球经济的问题 当然也有谈到关税的问题 以及美国制裁的问题 如果真的降的话 那到底会降什么项目 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就有这个研究机构就说 对整个美国的CPI 初期大概会下降0.26% 大家听起来 0.26%一咪咪小孩 可是注意到 对于家庭来说 他一年大概可以省掉 797块美金 和台币大概就是2万多块钱 不无小补 可是不要只看这个0.26% 因为它会影响到其他国家 类似的进口品 我也会跟着降价 所以时间长一点来说 最多可以降到1%的CPI 那影响就蛮大的 所以中国方面他们认为说 可能就是就这两个清单里面的内容 可能就是就此不要再延后 也就是说 就是到期的那些 对 就到期的那些 中国认为是到期的那些 对 好 可是问题来了 大家仔细看 好 这字有点小 到期的这两个清单里面 大家仔细看 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消费品 这不就跟我们台湾或美国的媒体 所说的不太一样 我快速讲一下到底到期的哪些商品 包括机械 电视设备 光学元件 车辆配件 航天器 铁路零件 这些都是即将到期 还有钢铁 还有钢铁 还塑料制品 这是第一批和第二批 那么即将到期的商品名单 那么过去这是加税名单 会不会现在到期之后 就形成了减税名单呢 对 所以你看 如果这我们刚刚说的 大家第一个直觉一定是消费品 可是刚刚阿冠是不是念过去 但是中国认为应该不是消费品 可能是这些 可能是这些 好 原因关键 一个很大的关键 因为你仔细看 真正的消费品是在第三波 跟第四波的清单里面 问题第三波的清单 九月份才会到期 第四波更是要到明年九月 才会到期 所以如果你现在真的是要减 所谓的消费品 那不就说跟你说 九月才要到期的 你现在就说要减税 我觉得在政治上的考量 这会犯了大忌 好 除此之外 现在又有媒体又传出来 你看到从18年美中贸易战开始 川普加了这么多税 当初他要跟对中国加税的理由是什么 美中贸易逆差太严重了 可是你看 我给大家看到这个资料 你看到这个左边的图里面 整个长条图是 美国这几年的贸易逆差 那下面颜色比较深的是 对中国的部分 大家仔细看到对中国的部分 18年开始贸易战 19年 20年确实贸易逆差都减少了 可是去年又大增 如果就整体的美国的贸易逆差 在去年全年更是突破一兆美金 怕死人了 所以也就是说 你借由加贯税要去降贸易逆差 这件事情显然是失效 而且效果不大 对 好 那也就算了 那现在又被人家举出来一件事情就是 在过去美国其实对于这个所谓的低价的进口品 是免税的 所谓的低价是以800美元为一个界限 当初开始实施这个策略的时候 大概是在2010年 那时候美国海关认为说一年大概几十万件 我为了查这些小东西 我耗费的人力物力太庞大了 我干脆就都pass过去算了 问题是这一个事情就被人家抓到漏洞 好 我今天一定要进口中国的东西 那我就是分批小小批进来 你是不是就不会查到了吗 结果你看到到去年这个数字 居然全美国进口800美元以下的货品 居然高达8亿件 吓死人了 2010年美国海关认为大概只有几十万件 结果去年是将近8亿件 所以有人进一步统计 因为中国这几年被加税 所以很多人就利用这个漏洞 我就是想批进口中国商品 可是如果把这个部分还原回去的话 有人估计说美中贸易利差 有可能从原本去年的3553亿 再加800亿 也就是不止没有效果 还适得其反 对 把它造成这个漏洞 大家就走这个后门 那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好 不过现在既然传出 中国非常有可能很多之前被加税的商品 会降关税 这可是利多 所以昌星我们来解解 不管它是针对刚刚第一批 第二批的清单 还是针对消费品 为了降通膨 对 有没有可能股价领先反应 就是这些可能会受费的 或可能会受害的 会不会领先来做反应 我再次强调 这个就是要等这个真正实体公布才知道 那现在我们去找到 其实有加税的名单 跟所谓的接下来可能会在这个 有些所谓的降税名单来说 降税的名单有可能就是消费品居多 那消费品居多我们看到 现在的消费品其实如果 形态还不错的 而且外资都有在卡位的 其实都是这种所谓的 这种布料类的 纺织类的 健身类的 运动类的自行车 这个其实对于台湾的外销类 我觉得比较有机会 可是反过来说 如果是这些半导体 所谓的我们看到的半导体 跟Apple相关的 半导体可能是在降税名单来说 对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Apple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认为 会跟这个大陆相关 然后可能又有这个连结比较深的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会变什么 变成受害 所以现在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这些消费品你要去找 比如说我们如果看远东新 大家来看远东新 其实我上个礼拜就讲过 远东新今天也是下跌之后往上拉 它的K线图相当漂亮 它有两个题材 一个就是说 事实上它一直在出机能部 那现在如果帮我放外资 第二个就是说它有资产的提案 我们叫资产抗通膨 所以现在的这个角度就是说 如果接下来美国人出门 现在要解放去玩 你卖了很多衣服 这种机能布料的话 我认为像这样的标的 有可能就是会领先率先反应 创新因为现在还没有公布 但外界预期这个礼拜应该会公布 那一旦公布这些 只要是降税名单上的相关商品 一定是利多的 那要不要先卡位 还是我们要等公布之后再来决定 这个当然一定要先卡位 要先卡位 因为今天的盘面其实相对比较漂亮 那盘队比较好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先卡位 卡位之后新闻一出 你可能相对的它就会拉上去了 你等公布完再买就来不及了 因为我今天选的上面这三档 其实它位阶都比较高 那位阶都比较高 相对它都是什么 都走得比较稳的时候 相对比大盘强势 相对比大盘强势了 但这一步没什么跌 对 没什么跌 没什么跌的你不先卡位 那等到拉上去的时候 它的位阶又高了 你又不好进场了 所以我建议如果去观察 可以先卡位就先卡位 好 我们现在时间是 录影时间是晚上的6点01分 我们再次带你来观察 目前的Dow Jones起火盘 以及Nadaq 好 目前Dow Jones起火盘 目前的跌幅有收敛 目前是下跌0.44% 那达克目前也是一个 下跌的局面 下跌了0.69% 好 我们来看欧洲股市 刚刚压力比较沉重的是 欧洲股市 欧洲股市还是大跌 超过一个百分点 目前跌势并没有趋换 德国股市大跌了 超过一个百分点 法国大跌1.22% 包括英国富士指数 目前也下跌超过一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 外资有没有可能 心态再度被扭转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外资其实只有小卖超 所以让指数在今天收得不错 但我们看到 台股在今天大喜三问难的情况下 土阳是对坐的 我们看到今日最重要 外资今天只有小卖2.8亿 所以很多人说 外资可能已经翻多了 外面是现在欧美股市又不太妙了 外资会不会明天 翻点比翻出来快 经常是这样的 所以明天会不会又再度翻空呢 我们来看到底外资在今天 买什么卖什么 我们先来看卖什么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 元大50反义 大卖64758 代表他心态至少在于 元大50反义这件事上 心态已经扭转为偏多了 其他卖的股票包括中心金 南亚伪创开发金 我们看到元大台湾50 也是站在买方的 所以这也蛮奇怪的 万海中刚华邦店宏达店 所以他反义也卖 台湾50也卖 这个我解释一下 这个表示说外资没东西购买了 他卖光了他不需要避险 所以他把这些反义也卖掉了 然后台湾50也卖了 所以表示说 他怎么两个都卖呢 第一档震荡的机会比较大 他卖到没有东西了 你的股票卖得差不多了 所以你当然没有发觉 最近的盘外资卖一点点 结果盘跌很深 就那支自己在卖的嘛 卖到外资不太卖了 可是大家自己在砍 所以这个就是 盘子在砍 投信在砍 对 这个就是一个落底的讯号之一 那我特别提醒 今天有特别 有看到这两个 南亚跟伟创 这两党为什么外资卖 因为明天除悬席 所以先气息 今天的台塑 就是气息之后直接灌下去 所以今天大盘会跌 台塑也是 台塑也是 跌满身的 你看这直接灌下去 所以我认为 这要提醒观众朋友 今年度的除全席 如果你真的想参加 前一天卖掉隔一天买回来 都还有价差 因为就看这样 你看南亚他也这样在气息 所以等于是说 现在的外资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他什么东西买回来 基本上台积电终于开始买了 我觉得这是可喜可贺的之一 这个盘到底有没有见底 这个盘到底是不是跌够了 当然全职股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往下来看公哥 在今天很多全职股破底翻 所以是不是真的跌够了 对 我觉得有这样的味道 为什么 因为长龙 长龙跟阳明就是这一波最弱子 几拉 而且这两党外资都有买 虽然没有排在排行内 可是他都有买 表示怎么样 外资也觉得 这台塑这个 所以我赶快回补 所以长龙 阳明跟台积电 这三党如果外资是开始买 那这边的盘 我说真的 它不容易破底 它会洗刷 比如说你看盘后 它不是大跌吗 盘后一跌搞不好一滴开 外资又进去买 那这个盘就容易在低档震荡 那至少对投资人开始有一些信心 外资现在真的扭转了吗 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应该是说 我们把外资的筹码给大家看 其实我们今天带来三种筹码 第一个叫现货 现货我说真的 买到没东西 一直卖到没得卖 所以现在是清融资 像今天也是一样 就清融资 清完之后往上拉 融资符合息掉了 所以盘后可能是再杀融资 对今天晚上的融资 如果不出所要 应该还是会再降 那这个就是好处之一 那第二个是说外资的空单 基本上它也是在减码 所以管理科学说很奇怪 为什么卖0050又卖反应 为什么 第二它已经卖到没有东西可以卖了 它期望的空单 它也不要空那么多 所以我认为这边就开始横盘 或反弹的机会比较大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你刚才提到的 台湾50反应这一波它买很多 那你看它这是昨天的 今天又卖 所以这边开始连续解码 表示说它这边开始获利了 买台湾50反应就是看空 卖台湾50反应就说 我觉得跌得差不多了开始卖 可是我提醒观众朋友 这是今天的分时盘 这是其后的分时盘 现在的盘容易怎么样 往上拉一追尖开上去 它就沙坡底然后再拉上来 所以现在的盘非常容易开始出现 很多的上下引线 所以投资朋友不要乱追 现在每天都会震得很厉害 对 而且起跳是300点到400点起跳 所以你在操作上 你要买黑卖红 我认为相对比较安全 好问题是在今天上涨了之后 现在又碰到现在6点06分 不管是欧元的跳水还是欧股的大跌 又让我们担心反弹气势有可能 在今天因为国际盘的弱势而受阻 所以明天反弹还能够持续吗 难道反弹就这么一点点吗 不会反弹已经结束了吧 好 各位认为反弹能够持续的请给圈 认为短线反弹恐怕要稍微休息一下的 请给插 请举拍 好 有两票认为可能要休息一下 有三票给圈 威良为什么给差 我觉得台股如果要有一个连续性反弹 或者说比较 至少有看头 比如整个800点1000点的反弹 关键还是在美股要先能够带头上涨 现在看起来因为美股的压力 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沉重 所以其实回归到上个礼拜五 就是在修饰之前 美股最弱势的费成半导体 我觉得就是接下来最关键的 它能不能回到十日均线之上 甚至能够站上月线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所以费半线还蛮弱的 但是我看到仲华是举圈的 我觉得一个新闻出来 一个数据出来 重点要看市场 因为现在大家担心欧元区会出现 对 这个东西要看市场 怎么去反映它 就是说经济数据是这样子 但因为比较弱 所以大家认为就是说 那你这个 它可能也要衰退了 你不太可能再下重手去 把它打升息 对不对 所以才造成说欧元区在这个地方 利差有点拉大的情形 大家预期到 所以欧元区才掉下来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欧元 你一旦反弹的时候 欧元还在往下扁 对 你一旦反弹的时候 市场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它 正因为如此 所以有可能会放缓升息的步调 它不然会压弱到 所以你反过来想是吧 我反过来想 因为你会压弱到经济成长率 我不可能让你在这地方 再下重手去压你 这个时候其实如果只要一反弹的时候 市场上反而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它 我觉得这要看收盘 现在看不准 这个市场随时都让我们跌破眼镜 我们回到在今天我们要谈的跌破眼镜 中美真的要停战了吗 拜登在这个礼拜会宣布调降 部分商品的大陆商品的关税吗 但这里头有个商品叫做半导体 恐怕不管中美怎么样 都没有办法成为豁免名单 因为习近平自己都说 我们卡脖子卡得好严重 美国根本没有要松手 再加上英特尔现在 美国大力扶植的情况之下 公布他们4奈米已经成功了 他们说他们要脊椎台积电 而且在2025年时间点都有了 说要超越台积电 所以我们来看这些消息是 刚刚特别谈到了 拜登最快在这个礼拜会 取消对陆关税 但他是两手策略 我们刚刚新闻也看到 他有可能实施两手策略 一手给胡萝卜 一手继续拿棍棒 什么棍棒呢 同时他启动反补贴调查 这个反补贴调查 当然主要指的就是半导体 所以习近平看到陆陆续续 美国还在公布黑名单之后 他自己说溜了嘴 他说糟糕 我们被卡布很严重 我们一定要赶快来突破 甚至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办法 做全壁环式生产 什么叫全壁环式生产呢 就是通通用我们自己国产的 不要用老美的 很有可能 很困难 我们刚刚在谈到英特尔 现在美国左杀中国半导体 又挺英特尔来力追台积电 英特尔公布 就在今天这是世界大师的大事 他公布他4奈米技术的细节 而且说2025年就要领先台积电 我们先来谈谈这一次大陆降关税 恐怕怎么样都降不到半导体吧 半党政府对于中国要降关税 并不是示好 这个基本上是为了要让通膨减压 但是同时 其实他也要针对 所谓的战略产品来提高关税 而这个战略产品指的 当然就是半导体 事实上在6月28号的时候 整个美国拜登政府 一口气又把5家中国的企业 放入这所谓的一个 黑名单 贸易的黑名单 为什么是放这5家公司 因为就是经过调查 发现说他们有针对俄罗斯的 不管是说在国防或军事上面 提供一些协助 所以这合情合理 就把它放入到了贸易的 一个黑名单 这纸压公司我们比较不认识 对 当然这些并不是指标型的企业 但是重点其实 像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 接着又呛呦说 如果调查属实的话 不排除我们可以要求 中芯国际等相关的 中国半导体公司 直接就是关闭不准生产 因为这些半导体公司 他们要嘛用到美国的设备 要嘛用到美国的技术 所以我通通都有权利 可以强迫他们 中芯 停止生产 对 这个其实就代表说 最近美国已经巧巧的准备 开始发动新的一波 对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制裁 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制裁 看起来是有点盲刺在背了 因为其实基本上 最近就针对包含像这个 花红半导体 长新存储科技 长江存储科技 这些其实最近都在 全面围杀当中 而且不只是针对这些 中国当地的半导体公司 美国还放话说 接下来这个所谓的一个 制裁跟管制的清单还包括 只要是在中国设厂的 这些外国企业 也要配合美国的政策 包含像韩国海力士 包含像这个德国英飞林 甚至像美国的德州仪器 都是一样 那假如这些所有的美商企业 或者说拥有美国技术 跟设备公司 都没办法供货给 美国半导体的时候 那对于习近平来说 这当然就是掐脖子了 习近平最近去武汉 看半导体厂 特别说出了卡脖子言论 习近平指出 光电子信息产业 是应用广泛的战略高技术产业 也是我国有条件 率先实现突破的高技术产业 要加强技术研发公关 掌握更多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随着我国发展壮大 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 刻不容缓 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把科技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 国家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习近平恐怕是真的急了 竟然指示 我们是不是可以全闭环生产 这谁做得到 全闭环生产 连台积电都做不到 的确 这个所谓的要完全国产化 当然习近平下达两个指令 也就是说我关起门来 我通通都不要你们老美的东西 我用我自己国产的晶片 国产的零件 我自己生产 干我可怜 现在中国其实它的整个半导体 虽然是请国家之力 它的一个值的部分 其实距离世界的一个领先族群 至少都还差到五年甚至十年 但是在整个量的部分来看 当然值得关注的是说 目前在全球晶圆代工的 市占率排行上面 当然第一名是台积电 过半市占率 第二名则是三星 16.3% 但是现在大家注意到 就是从第五名的中星 到第六名的华虹 到第九名的金河集成 我们把这三家 中国的晶圆代工业者 加起来它的市占率 已经达到了10.2%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中国晶圆代工 在全球市占率突破一层 而且它的整个市值的部分 其实还在快速的提升当中 所以其实现在 就有研究机构认为 接下来韩国可能是要刹了一旦 因为预估 韩国现在晶圆代工的一个成长速度 其实是相对慢 也许到了2024年的时候 也只能大概维持在 20%左右市占率 可是中国可以一口气快速的跳增来到17% 所以也许最快在2024年左右 这个中国的晶圆代工 可能就会威胁到韩国 甚至不排除 在后面有机会去做超越 所以拜登在调降中国关税的项目上 绝对不可能有半导体 而且半导体就会越掐越紧 为什么呢 它绝对不让中国半导体 担不起来 不可能 一定不担大 就要再担死了 除此之外 拜登现在要力拼半导体 也全力要扶植英特尔 所以外界一直传 拜登很有可能 会把补贴大部分的钱都给英特尔 台阶能够拿到多少 这是一个问号 再加上英特尔也蛮争气的 他自己说他已经研发出4奈米 其实美国吸引台积电来设厂投资 这个也是两手策略 他一边希望台积电 带来一些研发技术 同时台积电等于 在美国当地聘用员工的时候 是帮他训练员工训练人才 但是他最重要的一个 地缘政治的意思是 还是希望能够扶植英特尔壮大 我们看到英特尔公布出来的 4奈米的技术 第一个它制程上面 已经采用EUV设备 所以这个部分跟上一代的英特尔7 来做一个相比的话 它其实在相同的一个耗能状况之下 它的一个功耗可以提升20% 另外在目前它的电晶体上面的 一个金属导线 它把它做缩小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线路 其实一直持续就是微缩化 因为你在所谓的线路部分越小 它的电阻就会越大 所以它必须去改变它的材质 目前是采用了强化筒 这个也跟上一代的一个 菇的一个材质有所差异 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降低电阻 第三个其实 目前在整个光照的层数上面 也可以从5成降低到1成 这个部分可以降低成本 也能够提高它的一个制程效率 所以从现在英特尔的 最新的一个制程来说的话 它也是在虎视眈眈的逼近台积电 不过一般外界认为 不管是英特尔 不管是台积电 不管是三星 其实真正的一个决战点 都会是在2奈米 而2奈米 其实三家公司不约而同 订出来量产的时程表 都是放在2025年 所以我觉得其实 决战2025 对 以我们投资台积电的观点来看 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未来的三年内 撇开这个系统性风简 不说的话 它是应该要 好好的去发挥一下 就是说投资的甜蜜期 大概就在这三年 那至于说 投资的甜蜜期就在这三年 对 三年之后 三年后不晓得 不是说一定不能继续长期投资 可是我觉得到那个时候 的确就要重新再去做一番评估了 所以为了我们来谈谈台积电的股价 因为台积电的股价 在今年 我们先看盘中走势 台积电的股价在今天 其实最低点曾经来到433 对 433是台积电短期的底部吗 市场当然对台积电有一些担心 第一担心 因为路行师自己讲了 一头拉股的担心 其中最重要是担心产能利用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有人担心 台积电的现金殖利率 和美国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 来做比较的话 其实并没有诱因 所以外资有没有可能 持续还是站在卖方 不过至少 至少 至少 外资在今天其实没有卖了 外资在今天买了5273 所以我想问微良 433是短底吗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难 虽然说是 有点难 对 虽然说 和外资买了 对 今天是买超 可是大家知道 外资在今天整个对台股的进出 其实都是算是修兵修战 因为最主要就是 前一个交易日美股修市 我觉得观察台积电 有两个指标 一个就是美元指数 一个就是殖利率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先看右边这个美元指数 因为刚刚其实提到 美元指数今天已经 来到106 20年新高 美元指数如果越强 就红色这一条线 你可以看到 它跟台积电呈现明显的反向关系 简单来说美元指数涨 外资它又要翻脸 把台积电当提款机 不排除明天又会站在卖发 对 再来我们看到就是说 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 其实最近公债殖利率 其实有一点点压回了 从这个大概最低3.48 所以蓝色的是 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 对 红色是台积电的殖利率 红色的是10年期公债殖利率 红色是10年期公债殖利率 蓝色是 台积电的股价 台积电的股价 对 我们看到10年期公债殖利率 最近其实有一点压回 甚至灌破了3% 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 其实是比较有利 台积电稳住的 当然如果说纯粹要就 台积电的股息殖利率 跟10年期公债殖利率比 现在还是不够 因为如果我们算一年 配11块的话 什么时候它能够跟 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 变成黄金交叉 因为现在台积电 它是2点多对不对 2.5 那股价恐怕得跌到373 你算过了 对 要嘛就是10年期公债殖利率 继续往下压回 往2.8 2.7%靠近 要嘛就是台积电股价 再做修正 我觉得这里 当然短期有可能先测试 但是入行师说 拿10年期公债殖利率 跟台积电的 现金殖利率来做比较 那是蓬过来的 不能比呢 两个印钞说 说苹果跟橘子 就是不能直接相比 我个人是算同意一半这个观点 因为就是说 是杨英超说的 股票跟债券 本来就不能直接比 不是说全世界投资台积电资金 都是属于这种债券型的基金 有很多股票型基金 它追求的是成长性 未来的成长 对 但是它的确也会去压抑到 一些资金的流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公债殖利率 往上标高的时候 台积电股价 它至少就会有些压抑 甚至就是回挡震荡 过去也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波 当然关键还是在于 下礼拜的法说会 7月14号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的日K线 跟它的盘中走势好不好 日K线 简单来看 当然目前它还是一个空方格局 因为连五日均线都站不上 当然它最近已经是 连续三次跳空往下 所以短线上面应该有机会 是先守400到法说会之前 基本上如果能够在这里 反复透过利空来彻底 然后配合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其实我觉得 不要看外资是不是买超 应该看的是外资卖超 而它跌不下去 这个才会是台积电 每一次转折出现的关键讯号 因为外资是顺势交易的 所以它都是踢踢踢 踢到铁板了 它就改变方向 它不会帮你拉台的 它不会帮我们拉的 所以它踢踢踢踢到铁板 它发现慢慢卖不下去 它就转为买超了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要长期投资台积电 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资金要控管 你不要说一口气觉得 今天留下雨线明天又说哈下去 一次买一买 你可以少量多比买进 好 台积电概念股 或它像那个供应链 好 其实它相关的供应链 我觉得大部分来看 大家也是在屏息以待 就是到底法说会 能不能释出外资的一些疑惑 但这边来看姿态比较高的 就是中砂 中砂 对 这边我觉得它回到季线 如果说配合 像其实最近 它也没有明显的在 到大量失控 所以代表其实在这里 应该是慢慢让筹码沉淀之后 就有机会展开反攻 因为毕竟中砂公布了6月营收 其实它还是非常好 它创了新高 而且年增率高达三成以上 因为以现在来讲 台积电强调就是先进制成的投资 所以在3奈米的部分 持续量产之后 对于这个钻石碟来看 它就会是一个 大量使用高毛利的耗材 至于说其他的台积电概念股的话 我觉得 所以你觉得433的台积电不是短底 但中砂比较有机会 它大概会先在这里足底 季先附近足底 然后也还是要等台积电 可能要再发出会 还是要等大哥就对了 给大家一点信心之后 这些周边的股票 我觉得它的股性的活泼度 会比较高 至于说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台积电转投资彩域 因为这新挂牌不久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新挂牌的公司 经过爆量换手之后 其实还是有机会补度蜜月 像它今天来说 对 就拉一根长虹 所以其实不管是说 像这个左边的华景店 这个大概目前来看 它也是相对低档 另外来看的话 像这个新挂牌不久的绿能 这个现行的架构上 也跟财育有点像 所以其实如果说在挂牌之后 一开始因为碰到行情不好 大量换手之后 如果能够不再破梯的话 或许将来都有机会 从底部出发 所以楼下你比较看好 楼下是三档比较看好 现在观众朋友就看 你要顺势交易的 就是楼上的会比较强一点 但是相对来说 他们就会面临到 因为都有前波高点的压力 风险比较高 对 你可能就要短打 灵活一点 如果你是采取一个比较 我希望逢低布局的方式 楼下这些位阶是比较低 好 我们来投一下票 到底433的台积电 有没有可能就是短底 跌到433还要再跌吗 认为是短底的请给圈 认为可能还要往下侧的请给差 请举拍 我们看到有两票差三票圈 我以为蛮有信心的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 从今天的盘面 可以看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转变 对 像台积电今天也是收缴 大盘已经连续两天收缴 今天货柜三雄的收缴 当然货柜三雄跟半导体扯不上关系 可是它影响着大盘结构 如果大盘稳了 那台积电我认为短线就已经 那现在的欧洲股市 现在的美国期货盘 万一影响到明天台股的负货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 我特别再提一个数据 就是说今天下午在南韩 它有提供了这个六月份的一个通膨CPI 创下了二十四年以来的新高 达到六个百分点 可是今天南韩股市有没有中错 今天没有 重点在这里 因为这个数据公布的时候 南韩股市还没有收盘 所以它并没有去反映这样子的一个利空 代表说亚洲股市 目前我认为说对于利空的一个测试 差不多已经到这个地方了 那朱老师是给插的 为什么给插 大家如果看到很多外国的投资报告 有几个知名的财经网站 现在对台积电的评价 都是强力卖出 台积电 给台积电 给台积电都是强力卖出 强力卖出还是中力 强力卖出 就是用力卖 包含艾斯摩尔都是 因为他们整个看坏半导体的产业 所以我觉得 他不是读看坏台积电 他是看坏整个半导体 是的 所以从艾斯摩尔到台积电 就以废办来说 废办三十档成分股 我刚才确认过 有十七档是被评为强力卖出 所以非常非常看坏 超过一半 对 所以这要小心 如果你是空手的 你会等到什么时候再买台积电 当然还是要回到国际盘 尤其是美国盘 整个稳下来的话 我觉得才是 比较适合的进场机会 因为现在台股投资人的信心 太薄弱 只要风吹草动 就算今天大涨 明天照样都会吐回去 回到台股经济最重要 我们来谈谈投信内资的买压 投信很多个股一路卖卖卖 卖到它的技术面信息 出现死亡交叉 还在卖 原态金像店持续创下新低 所以这些内资的卖压 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减轻呢 这话带我们来看 到底为什么投信已经 解完账还在卖 我们来看看投信到底卖什么 我们来看卖超的股票 投信一路卖的包括今天汉磊 又卖了4861张 他准备把它卖到建古吗 包括望宏 顺德 新唐 定影 台药 台化 台素 台素在今天除全他也卖了 包括文业 所以内资的卖压 现在看起来反而外资比较减缓 内资的卖压还没有减缓 对 那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投信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没有零持股的 所以说你出掉股票 一定要换别的 所以说你第三季要买新的股票 当然也要把旧的卖掉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无可厚非的 只是说现在这些股票当中 有很多都是基期比较高 而且去年涨比较多的 那现在开始卖的时候 它会有一种补跌的效应 比方说我们原泰 破了季件之后就连续往下杀 那变成有点死亡交叉 金箱店也是一样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它不会把它卖光光吧 因为它已经卖得像你看顺德 卖成这样的还要再卖 对 它们这个一卖就是连续一直卖 那像刚刚魏良讲的 就是说如果看股价的话 要看到什么时候呢 它还在卖但是不跌的时候 你不能去赌它不卖 要不然的话在这个地方 股价还没有直稳 那目前来看的话 因为这个逻辑就是 你看刚刚死亡交叉 那因此的话我们认为说 在这个地方 这都死亡交叉 对 确实还是会有压力 均线死亡交叉 我简单讲就是还没有直跌 那你新行来讲 又举例了 你看现在这个持续 还在一直卖对不对 它股价也还在新低 这个其实就是还没有停 那这个其实这些股票 都要跟它赌 对 那头信它到底最近怎么样 其实我们来看最近的这个动作 很有趣 因为头信今天一直被欺负 被谁欺负 从一月到六月 六回合都被外资打 外资 你买什么就一直K 主流就外资一直K 最主要是因为外资 它一直卖全职股 所以说你龙头被卖 很多股票都被压下来 也不是头信的错 所以最近有一些头信 做出一些很有趣的动作 放 我们说不要说放弃正规讯 就做一些比较新的题材 转到新的题材去 因为比方说我们来讲 就是六月来讲 头信最成功的是什么 要滑药 它就是那个最成功 那次上去了 所以他就找一些新的题材 比方说生计 或者是说我们刚才看 那原宇就会是他 目前还没看到 但是我觉得是他们选项之一 不过现在来讲 这个很重要 就工业电脑 非接触是零售销售设备 那这个东西很简单来讲 就智慧程式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就包括广机 点餐机 飞捷 那振华店跟这个红宝 简单来讲 刷卡机 POSE机 对 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现在去餐厅 撕火锅 手机刷一刷在那边点菜 对不对 现在都用PET的点菜 对对对 然后以后付钱的话 当然有各种的支付方式 那以前有的人会讲说 Apple Pay Line Pay 其实早就两三年前老题材了 为什么现在老饭还心炒 那其实我讲给各位听 因为我去过中国的朋友 一定知道支付宝吧 是 但是为什么台湾这个东西 过去两年 其实没有那么火 其实又有一个最主要原因 是因为中国二三间城市 交通不方便 但是台湾大街小巷都有ATM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台湾的ATM太发达 到时候小巷都有 有很多朋友说我要2000块对不对 旁边刷一下就有了 提款就出来 但是疫情 大家现在不喜欢碰菜单 不喜欢碰那个ATM对不对 这个东西应运而生 所以你看 投信真的有在买 不是在开玩笑的 这里我买一点 你看这个飞捷有没有 都是POSE C 这些都是投信有买的 这个是台湾刚刚开始玩这个 吹起来的一个新的风景 所以我们最好看他开始买的 刚开始买的那一种 对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像这个 红宝因为 5258 他单月那个 他四月单月的喝酒 有将近五毛钱 前四个月快要两块多 我们来看他尾盘有拉起来 现在中间有经过一段整理 好长的下影线 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公布单月字节 所以其实你看 大盘在破碟那个月 他没有破 没有破奇长点 那接下来就是要看他有没有拉上去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到画面的后面 有一些包括这个光通讯元件 你看像这种低价股 以前很少看到投信买 对不对 像这种有没有 保雅 保雅这个就比较特别 保雅因为不用讲 大家应该都知道 前一阵子在长什么八方云集 对不对 在长那个什么85度C 这个叫抗通膨概念 你进去花钱 几百块可以出来的 保雅里面很多 里面都是那种一般的那种效果 可是投信 他确实是买在这边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投信可能转向一些 比较题材的股票 正规矩他们可能就先 暂缓再看看 大盘直吻的时候 他们才会再回来 那这里可能怎么选 这边如果要选的话 我认为这里因为比较整齐 就是那个非接触支付 工业电脑比较整齐 对 所以说我可能会 比较倾向于就是说 对 红宝 因为它有第一个它有EPS 如果说在这地方要看的话 当然广激创新高 短线上会最强 我可能会选择红宝 在这边比较安稳一点 直律带您来关注 有没有跌破你的眼镜呢 除了刚所谈到的中美之间 突然可能在这个礼拜宣布 要调降大陆部分商品关税之外 产业界有蛮多跌破眼镜的 不是说手机很糟吗 不是说NB很糟吗 不是说寒冬要来了吗 那为什么红海说不是这样 不是说航运要触顶反转了吗 为什么马斯基突然跑出来认错呢 不是说特斯拉月产量创新高吗 怎么突然之间说要停工呢 我们先来看红海在今天到底说了什么 大家都以为下半年的消费电子 一定很惨 特别是做手机的红海 他做苹果的手机组装 他做苹果的Mac应该也很惨 但想不到红海营收报捷 不只是第二季很好 不只是上半年很好 而且预估今年整体都很好 未来也很好 怎么回事啊 是我们看错了 是专家算错了 还是红海特别了不起 好 今天我们先看一下 红家军整体股价的表现 我觉得有一种异军突起 还是逆势上扬 刘洋伟硬起来了 这个梗不能一直用 但是重点是什么 你就看到包括红海的股价 今天涨了2.5 其实这几天都有在表现 其实昨天没有错 大家说你这个除菌怎么样 可是你看 他昨天贴喜 对 昨天娟姐还特别讲 阿诚 对不对 但是我这里要讲 刚才娟姐你讲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先讲 不是说消费店的人很惨吗 确实因为手机的成长 从正的1.6降到年减3.5 是多少支 13亿支 包括三星我们之前讲了 5000万支的库存 这是40 还有包括笔电的部分 目前是衰退11% Chromebook的部分是衰退48% 可是很奇怪我们看红海的业绩 不知道为什么 它就是一支独秀 你看6月营收月增5.7 年增率31 跟去年同期比增这么多 而且是创历年同期新高 然后你看第二季年增11% 也是创历年同期新高 它不止没有衰退 而且还创新高 还创新高 好 上半年也创同期新高 好 没关系这都是已经发生的事 问题是未来 他也看得很好 他说今年的业绩目标 年成长10到20个百分点 他说2025年集团的毛利率 10% 别说我是往三倒四了 我现在10% 同时2025年电动车要有5%市占率 营收的规模要拼一兆 一年要产50到75万辆的电动车 通通是利多 业绩大爆发 好像跟现在景气一点都不相关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它是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吗 平行时空 对 平行时空 我先解释一下 跌破眼镜 为什么今年上半年会这么好 大家也知道上海封城 核硕的手机出不了 因为供应链短缺 三层跑到哪里去 跑到这个鸿海 好 广达的部分 他自己的MacBook也出不了货 他说那你去重庆呢 他说不是不行 以产线整个认证要重来 也不可能 狭路相逢 转给谁 转给鸿海 那为什么核硕出不了货 广达出不了货 他们都有供应链的问题 鸿海没有 大家都在上海 白白在上海 为什么他可以 其实有一个东西 就他的集团里面 有一家持公司 非常的厉害 叫做准时达 准时达是快递公司吗 真的就是准时会到达 当然 第一个 难道是做快递的吗 市值现在40亿美金 很不得了 然后155个地方 都有他的仓库 加起来是250万平方米 那你说地点多 面积广 有什么了不起 不是 那准时达到底在干嘛 好 就是物流 但是物流不是这么简单的物流 他结合了AI 大数据跟物联网 他可以去控制你的库存 现在到底我要不要跟供应链取货 这个精准的一个控制 就是鸿海的秘密武器 可是这样子讲有点笼统 我们就讲之前 所以别人有供应链的问题 他没有供应链的问题 因为他有准时达 他有准时达 他把库存控制了 比如说你已经有一点状况 他马上想办法把这个供应链补上 好 之前这个夏普的 就已经是跟准时达合作了 三年 帮他减少了多少开支 28亿日元 等于他的运费各方面省了三成 这就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秘密武器 所以他有了准时达之后 他的库存管理 管理得非常好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反而拿到了合硕的转单 拿到了广达的转单 人家没办法出的 人家有供应链问题的 偷偷交给他 好 当然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讲伺服器 伺服器其实我们今年 就一直也跟大家在提示 对不对 你看伺服器表现不错 而且未来每年的成长率 大概都落在6到7% 这个也没有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是大家都好 大家都好 好 但重点是什么 我们也知道亚马逊的AWS 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 目前预计今年的整个营收 可以冲到3兆美金 他的市值规模可以是亚马逊的三倍 所以现在亚马逊有没有可能把AWS 直接拿出来单独去上市 分拆 分拆 可能性很大 那跟鸿海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的合作就是跟谁 就是鸿海旗下的鸿百 鸿百不是百鸿 不要打K线 不是 他们打鸿海 对 不要打错 打成百鸿 反正鸿百没有挂牌 但是这家子公司 厉害 是负责伺服器的 而且它是亚马逊最主要的供应商 艺人的系统 它的艺人跟气人系统 就刚好在我伺服器前面 所以它的拆装非常的方便 也就让它打进去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 还有一个 就讲这样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鸿海的威州厂大家也知道 其实已经生产伺服器 还有一个 在贵州我们之前讲过 之前我们还讲过 在一个山洞里 对 山里面对不对 资料中心 好 不用水 那它怎么降温 很简单 你看这个隧道 它透过这个角度的设计 让风直接能够很顺利的灌进去 透过风来降温 而且这里面刚才我们这样看到 基本上是没有看到冷 对不对 因为它全部都是透过AI系统 来去控制温度 控制设备 甚至它的LED灯 什么时候该亮 什么时候该按 都透过这样的来控制 所以鸿海的资料中心一直做得很好 非常好 所以它的伺服器也表现很突出 很突出 伺服器刚好这个产业 不像手机 不像Notebook 持续在成长 未来怎么样 为什么它的底气好像很够 当然我们讲第一个手机的部分 还是不能缺 iPhone iPhone iPhone是14 iPhone14真的会比13更强吗 我们就看它最近招人的情况 直接怎么样 大巴士直接到高速公路 直接在交流道口 直接拉人 拉到了直接上车 大巴士在交流道口可以拉到人 可以 那这些工人都在交流道口 没有 当然就是 大家就来 快快快 我们到那边集合 当然不是 不是直接 就是在交流道上车 这样比较快 又不是在台北桥头下 这个重点是什么 因为过去 我们在讲这种所谓的招工 它会有一个 我们叫什么 一个返佣的费用 就是补贴 那就是中介费 那过去这种现象 只有在7 8月 我特别讲只有在7 8月 可是这一次既然5月就开始做 而且金额高达9500人民币 这是多出来的 公司之外的 他给人家的人力中介公司的中介费 非常的高 这么高 让他去拉了 表示他直接找人 所以很有机会 这是一个 第二个当然还是在电动车的部分 这一次的电动车 我们现在就讲说电动巴士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其实陆陆续续已经上来了 在高雄就有了 我没有要cue电动巴士 但重点是 这一次10月的 这个科技日 对不对 他说Model C我要量产 OK 这太棒了 上次看完 这里面盖了两个红布 这里是什么 干嘛盖起来 就把它拉开就好 为什么要盖着 就是要拆 娟姐 这个看起来很像休旅车 FISC那一台 应该就是FISC那一台 这个看起来像休旅车吗 休旅车 对 就一定要像休旅车 因为我这个要讲皮卡 这个看起来有一点像 所以如果你说 那个像休旅车 那个就像皮卡 没有 这个像皮卡 这个像皮卡 那皮卡就是Lostone那一台 对不对 它现在工厂400人也进去了 所以就整个电动车的 零组件的供应来讲 我们认为是很充足 我想看一下休旅车会长什么样 休旅车它的 我觉得现在就FISC那一台 FISC那一台 好 但是我们继续讲 我先等一下给你看另外一台 更有趣的 因为这个是过去都没有人 在节目上面聊过的 没有曝光过的 要讲没有曝光的才有意思 对不对 好 那就讲电动车这一块 我们要特别强调 最近这个刘安伟很忙 刘...不是 刘宅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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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去印度又去印尼 又去泰国 我们先讲一下泰国 这个我们讲过了 15万辆 然后印尼电子 好 那印度呢 半导体晶片 这都讲过了 好 注意看这里有两个字叫塔塔 好 塔塔车也加入MIH 好 没有讲过吧 现在塔塔它要一条龙 来跟鸿海合作 那这台车厉害在哪里 它是门是对开的一个设计 所以它没有逼住 所以整个车子看起来 会非常的流行 所以这个可能就要给鸿海生产 你看外形很漂亮 而且这台车 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它里面就尽量精简 尽量精简 所以你不会看到 太多复杂的一个内装 然后这台车既然充电30分钟 你看就这样双开 对开门 有没有 没有逼住啊 其实很像苹果它那一台 可以旋转的那一个对不对 打麻将又可以了 这台也可以 然后你看里面很精简 而且重点是 它尽量朝环保的路线设计 我觉得最棒的是 30分钟充完电跑500公里 很有可能鸿海会拿到塔塔 它的整个合作 没问题啦 AVIA AVIA的订单 好 我们回来讲鸿海的股价 因为在今天整个红将军表现很好 外资普遍给予看多的目标价 有120最低 但最高有到160 那你看 那基本上我当然从一直以来 我都一直看好这个鸿海 当时我就说它100块的这个地方 铁板区 你看这次虽然贴 我可以证明你一直看好 而且一直被我们嘲笑说 没钉没当 因为它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动 对 那你看 可是今天这个表现 终于扬眉吐气了 一下子没有办法 一下子填息 但是我特别讲一下 刚才讲的营收我们讲到了 然后第一季的获利2.12 我跟各位讲第二季可能赚到2.89 第二季2.89 如果我是用第一季的数字去算 2乘以4等于8 它的本益比其实是低的 可是2.89再算上来 可能就11块了一年11块甚至12块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投信其实一直在买 投信一直在买 之前他就一直在买 但是外资一直在卖 没有关系卖不下去 卖不下去 所以你看投信这次押宝我觉得押对 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关键 大股东 你看大股东从5月持股就一直增加 相较于小股东刚好呈现相反 黄色的线是小股东 所以如果要我来看 我觉得鸿海集团 应该最好的应该是鸿海 没有问题 洪家军的鸿海 当然老大哥在今天涨了2.5% 具有示范作用 从日K线的角度来看 虽然他还没有填息 已经开始努力迈向填息 在今天是收在102.5 好 100块钱的鸿海 到底能不能买呢 还是要等到破100 两位数我们再来买 或者100块以上的鸿海 或者再接近100就可以买 请举牌 100块的鸿海买不买呢 1 2 3 4 5 五票圈 魏远 是 因为我觉得目前来讲 还没有打到头信的成本 因为其实 还没有打到头信的成本 对 还没有打到头信的成本 头信还是赚钱的 对 头信还是获利的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是还OK 可是还是要注意 如果说万一 跌破头信的成本的话 他们还是会低 头信成本大概是在哪里 在除全息之前的话是105 所以再加大概 再把他的全值再加回去 对 所以现在还没有到头信的成本 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 对 所以要注意 如果超过头信的成本 头信赚钱了会不会卖 也是要留意是吗 应该 它是一个长头 所以我认为它短线也不会卖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点56分 我们的录影时间 我们赶快第一时间 再帮你来看到油价 在刚刚稍早出现比较大的波动 好 画面上可以看到的是 西德州原油目前大跌了2.47% 现在跌幅非常的重 包括欧元的跳水 刚也第一时间帮你掌握到 欧元区公布出来的服务业指数 表现非常的疲弱 那么欧元跳水 目前还持续的弱势 欧洲股市同样出现了压力 欧洲股市目前在 德国股市的部分 目前是下跌0.88% 那么法国股市 英国股市 特别是法国股市 目前还大跌超过一个百分点 所以到底会不会影响到 明天反弹的气势呢 这个阶段新加入讨论的来宾 是网友投入总监蔡明璋 蔡总 你好 蔡总 你看明天的反弹气势 一开盘怎么观察 会不会受到阻碍 会受影响 会受影响 欧元区刚公布了6月份的PMI 那这个数字呢 代表了一个经济 可能会受到衰退 但是欧元区的话呢 可能7月就要升息了 所以双面的夹杀 这个预计对明天的台北股市 因为台北股市只要听到 经济衰退这四个字 就很怕 股市会受一定的影响 所以明天不排除 早排完会比较有压力 对 看今天美国股市嘛 如果有机会开地走高 能延续反弹气势吗 我觉得大盘可能还 因为最近的震很厉害 大盘要破底环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这个礼拜还有联总会 礼拜四是联总会 上一次的会议记录 礼拜五的是上个月的辉荣 就会报告 下个礼拜7月13号 是最重要的6月的CPI 所以一连串的报告都在后面 台股就马上破底环上去 我觉得这个机力不高 但是下档的支撑 也应该会不错了 好 所以有一头拉股的经济数据 后续变数仍多 我们持续带您观察 真的是让我们跌破眼镜吗 刚刚谈到了消费电子 不是寒冬来临吗 但鸿海交错非常漂亮的财报 以及未来的预期 显然鸿海不受影响 但航运之前不是说要触顶反转了吗 马世纪出来认错 难道连马世纪都看错吗 所以说冷不冷吗 长荣远东北美线8月份 竟然传出现要涨价了 现在连欧洲都出现了大塞港 而且今天最新消息是 美西码头的劳资谈判不是还在谈吗 之前暂时性的先罢工之后呢 今天进行了谈判之后 告诉你梅坦龙 梅坦龙后续是不是还要继续罢工呢 所以航运是不是之前 马世纪真的有可能看错啊 对 真的 马世纪说要触顶反转啊 满地找眼镜啊 那今天这个台股尾盘的救世组的话呢 就是这个航运 真的是满地找眼镜 我们看国际双雄啊 除了万海被外资调节走势稍微差一点以外 长荣还一度逼近了这个场庭 而且他都在盘中瞬间突然出现几拉 对 集中在后半 大概11点钟左右 那另外一个航空双雄的话 延续昨天的涨势 那为什么今天航运股尾盘转强啊 第一个理由就是运价终于要涨了 因为大家都说六月份啊 这个上海已经解封了 硬价要涨了 没有啊 你看硬价还是跌啊 到目前SCFI最近这三个礼拜都收黑 总共跌了0.7% 很多人就是以这个理由就说 没有了 这个货柜轮忘记不忘 但是最新的消息 这个货带都拿到了长龙通知 8月15日加收了部分航线的GRI 综合互加费 我们以北美线 因为最重要是北美线 每40尺的话加收了1000块美金 大家想现在美西的话 这个是7400 那美东的话是1万块美金 所以假如能顺利的调涨了GRI是1000块的话 这个弧度就差不多有10% 就差不多10% 硬价的10% 那你过去三周跌0.7% 收缓 一下子就涨10% 货力还是不错 第二个 我们本来都在猜美西 因为谈判破裂的话 可能会罢工 猜错 是欧洲罢工 塞港是塞在欧洲 欧洲罢工 对 这个也是 六月中左右 这个德国的码头工会 这个劳资的谈判是破裂的 那他在六月中旬 就有一个短正的罢工 那总共是1万2000人的工人就罢工了 那后来还是没谈成 到了最近六月底再度一次罢工 而且我看到现在罢工的行动 越来越激烈 刚稍早我看那个画面 看这个画面 我再告诉你 这么严重 为什么 现在集中在德国跟荷兰的港口 全部停摆 座位停摆 这个地方就是欧洲的新站 因为汽车都从这里出去了 对 我们看一下 双米的汽车 IKEA的家具 我们先讲欧洲 其实欧洲到美国的东岸 这个距离没有很长 大西洋一过去就去了 现在平均一艘船的话 延误7到9天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对亚洲也形成影响 在河南的阿姆斯特丹这个港口 很多亚洲的空柜 要马上又要回亚洲 所以从亚洲的货物 才可以出口到欧洲 但是因为现在罢工的一个影响 影响了以后 亚洲的空柜没有办法回亚洲 所以又怎么样 亚洲也没办法回亚洲 没办法运 对 又塞了 那后面一定算的塞 连港口 那个铁路都塞了 为什么港口没办法作业 就整个卡车 所以因为德国的罢工 竟然产生了蝴蝶效应 他们自己欧洲的港口塞完 亚洲也塞 港口塞完之后陆运也塞 所以开始出现了连锁效应 那美西有没有罢工 美西老子谈判 已经过了 企业的最后奇效是6月30 过了 现在没有达成协议 但是没有罢工 我认为为什么没有罢工 就是因为美国要其中嫌疾 所以拜登政府可能给了双方 勞资双方都很大的压力 但是他没有达成协议 就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他有样协样 欧洲在罢工 我为什么不罢 对不对 这不是很难讲 对 还有变数 再过来今天硬价的上涨 跟拜登听说最快 这个礼拜回去 对 被中国部分的产品 惩罚的关税把它取消掉 现在当然这个名单没有出来 基本上他有可能是怎么样 对消费性的 比如说自行车 服装 这些关税把它取消 但战略性的比如半导体 那个不会取消 但是各位要了解 半导体用飞机载 但是你假如自行车服装的话 是用集装箱 所以对集装箱的业务 那当然就是利多 我们来看一档股票 中原海控 人都不用看 大陆的A股今天是匍匐 表现得匍匐匆匆 但是中原海控的话 是直接的拉高 这也应该是中原海控 今天盘中的涨 就带动了自营商跟外资 就去抢进长龙洋民 应该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来讲一个例子 今年1月1号开始 ACEP的盛项 取消关税 对 取消关税 那中国的话 就从越南到广西的青州港 广西就是孙中山先生 里面主张的南方的大港 其中一个 现在在广西 就是从越南载到青州 他用小一点的轮船 把货物载到青州 青州就换成中原海控的 大型的船舶 就直接开到香港去 形成了一个中转 所以每一次我们说 每一次降税 对航运都是大力多 降关税一定对集装箱 货柜轮是一个利多 因为一降关税 出货就会增加 出货增加 当然要用海运来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拜登考虑在这个礼拜 取消大陆的部分关税 所有的航运大咖 偷出来鼓鼓掌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阳明海运的董事长 曾正茂说 有助于增加贸易量 昌若海运的总经理 谢慧全说 对航运有益助 所以都是乐观的 那大咖看错了吗 这头包裹花旗看错了吗 马世纪看错了吗 对 其实 不过马上改变了 你不要看 这个马世纪的CEO 6月20号的时候 他说需求减缓 需求萎缩反转时间点 那时候全球的货贵轮 都摔得迷茫 他说触顶反转 隔了9天 6月29号这样的时候 他们公司的货柜的硬量 并没有显示 全球经济衰退的迹象 改了 修正了 认错了 那花旗呢 他把长榮目标价 从160砍到70 我强调一下 因为这个报告是在除袭 6月29号以前 所以以现在的长榮的 因为除了洗的 你还要减18块 是52块的意思 52块 我要看到这么低 除袭后了 那他看错了吧 看错了 这当然他有他的理论 EPS 不管他怎么评估EPS 但是他就是把长榮 看得非常低 但是我的看法 我们直接看这个长榮 我们来看股价 我的看法是这样 假如经济衰退的话 多少下半年 长榮的EPS是会下修 但是再怎么样下修 他一定比半导体修得少 修得少 所以我觉得今天 所以他没有理由跌得比半导体多 对 我觉得今天大家 因为盘中的时候 很多半导体的股票 IC设计 什么金银代工 杀下来 对不对 我觉得对法人来讲 他会有一个看法就是说 这样的话 半导体跟航运 因为这两个是占据台北股市资金 最重的两个地方 我不买半导体 我只能买什么 货柜轮 所以应该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长榮的上来 不过这里方还是有一个压力档 因为除息的时候 有一个价位 今天长榮硬要找一个毛病的话 就是他盘中已经 攻到90.5 他干嘛不肯给他亮灯 出现90.5 他就差一步 差一步他不能叮咚吗 对 而且这个90.5 就除息参考价 他其实叮咚马上多头信心就起来了 对 也就是说明天 你当然明天大盘外衣不好的时候 他还是有压力 震荡的可能 对 但是长榮什么时候转强 就是90.5站上去 因为90.5以上的话 就代表开始填息 我告诉你 现在你去看那些电子股 为什么除了洗贴洗 贴洗就表示你对未来不放心 你未来没有信心 那一填洗了以后 你才有信心 那现在说在87.7 要到90.5以上才能确认 对 其实很近了 也很近了 但是2609的这个杨敏的话 他是有一点甜 因为他除了20块 有一点甜息 但是弧度也不大 不大 那这两个的话 我强调都是今天 都是外资跟资银商去抢的 所以明天他们一卖那就下来 但是假如他不卖这个 我相信对这个筹码是有相对的帮助 回来我们再看六公格 再看一档股票的指标 匯养KY 你看匯养KY 光这一波 从100就摔到61还贴洗 但是他今天公布了 上半年的财报出来 税前是9.3 很漂亮 他税后跟税前差不多 所以大概有9块 那换句话说 慧养再怎么样下修 我告诉你 他一整年应该13块14块 跑不掉 去年是11块 所以这家公司业绩没有衰退 没有衰退 会不会是错杀 我告诉你 股票一个竹井这样大跌 多多少少有几檔一定是错杀的 不可能100%都是杀正确的 所以这个财报出来 股价你就看 我也不敢说他一定长 只要他明天能有表现的话 投资人会有信心就说 股价最后还是要合理的 反映他的财报的基本面 所以蔡总的意思是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再怎么说呢 他再怎么景气会出现衰退 也比半导体好 也不会衰退那么惨 再加上股价跌那么深了 所以昌隆 杨明 到底是不是好的买点浮现了 要等到90.5再做定夺吗 还是现在可以试图先灼量买进 认为可以灼量买进的请给圈 我们还是等他站上90.5再来买吧 比较放心的请给差 就再等一等了 我们看到蔡总建议还是等一等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票圈 两票差 一票在中间 来 给圈的最乐观了你 我觉得今天 就是现在看今年来讲 很多股票跌下来 它过程当中都是利多 比方说像你说半导体很多公司 它报营收新高 或者说Q1很好 就再破 这些所有的股票要止跌要怎么样 要出现利空 但是跌不下去 你今天这一根买盘是自发性的 所以我觉得有参考性 这就表示说有一点愿意去抢 所以我们回到长荣 所以你的意思是盘中走势 所以你认为以长荣今天盘中的这种走法 对 不用再等了 我认为这个地方已经是短线表态了 它至少会有一个小型的反弹出现 回到台湖今日最重要 带你来关心的是 那么在盘面上 投机气氛浓厚的两大族群 是生计和元宇宙 都出现喷出走势 光说这两大族群 在今天攻克了十当涨停板 到底追还是不追呢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到 今天的强势投机虎 有时候做股票要胆子大一点 是 对 你敢不敢追这种股票 这个我觉得可以 我敢追 你敢追啊 我敢追 可是要做是有方法 对 做是有方法 不是说我马上跑去 就做个追下的动作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以目前来讲的话 当然这个生计跟这个元宇宙 是目前台北股市的一个 两个活水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其实我今天盘装看 是有人气的对不对 很多网友都说 比较刺激 对 今天这个红茶越来越好喝 红茶越来越好喝 对 温度越来越高 达到多少度 达到60.7度 为什么60.7度 今天红达店 收60.7 对 收60.7 这是网友的一个玩笑话 可是这就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市场资金 真的就只能在这几个地方 他那量不小 你看他今天成家量 十三万九千九百二十张 你不要以为他投机股 没赚钱的公司 蛮多人买的 所以元宇宙的特色就是这样 你越不相信他 他越投机 对 他就越涨给你看 那生计股当然要额外去调 因为有些有基本面 那有些可能营兽还没有出来的 有些是题材的 不一定 所以我今天来教大家 其实我之前 跟大家讲过两个指标 一个是星山架限 然后一个是这个VA指标 这个是透过量能去看 然后这个是透过价格去看 所以其实这一波红达店 有一些投资人会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这边会被洗掉 这边会洗掉 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说 这边 因为元宇宙这种股票 要拉一波拉到底 对 它一波拉到 要杀也可能一杀 一波大的 我们其实可以来看一下 宏达店在去年 因为三黑还不跑吧 大家吓死了 宏达店在去年涨 它其实 那个元宇宙就涨一个月 就涨一个月而已 2498元宇宙 对 我们来看一下看K线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一段 你看他 他就一波到底 一杀 对 后面就没有 所以其实前面我们 从时间等幅去测 这边大概抓一个月 那这一段大概 目前来讲大概一个多礼拜 是大概两个礼拜左右 所以如果以 比较正常的说话来讲 其实他的行情 应该还是会有 因为其实 你觉得还没走完 我觉得还没有走完 因为其实各位我们来看 今天均线其实全部都突破了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市场资金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 教学那个画面 好 所以我们来看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新山架线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 尤其这三根黑棒 这个指标其实他都 站在红色的区域 所以代表他没有翻空 因为一般我们来看 跌到月线 跌到这个地方 有时候会害怕 可是这个地方 刚好那个 我上禮拜讲了 凯基台北在这地方做埋进 结果他 这很厉害 埋进之后 开始做一个喷出的动作 所以目前来看 如果我们做宏大地亚 来看凯基台北 其实可以看 我觉得其实通常 我就去follow一下 看凯基台北的主力 对去follow一下 其实是有参考性的 那这个VI指标 代表是这个 供给的量 就是说他是攻击量还是出货量 因为其中股票 当然这个上下幅度都很大 所以要去两个同步都出现了一个 这个是多方讯号 他也是多方讯号 所以这六档里面 包含像宏大电 这个威盛 甚至像这个阳明光 然后这个建达 目前都符合 强势的攻击的格局 那这个三五里霸的位数 是比较可惜一点点 就是说 他的这个进攻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VA指标 目前呢 这个所谓的一个攻击量 还没有很强 比较弱 对 还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强势 那这个化讯的话就比较弱 那这个化讯的话就比较弱 因为其实这一波修下来 它的一个量能很明显的 做一个修正的一个部分 所以其实 所以比较强的是 洪达电 魏盛阳明 光瀚 跟这个建达 那你会追谁啊 我们再细分 我们再拆两档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一波大家一定可以在看洪达电 可是大家做一件事情 元宇宙这一波最强的是建达 为什么 不是洪达电 不是洪达电 洪达电是尾盘才锁 我们请导播上这个 你看盘中走势 来 建达是一早 9点 9点多就锁了 那我们看2498 洪达电的盘中走势 对 2498是尾盘才锁 而且我们再 再回到刚才那个CG的一个画面 所以就是建达的主力比较够力 一早就给他锁上片 这个就很猛 我能这样讲 他这个很厉害 对啊 这个指标全部都翻多 那以目前状况来看的话 它的 其实 因为其实大家会比较 会觉得说建达这个 比较主力色彩 可是他营收有上来 你是建达跟出奇弹有关吗 他是 没有关系 因为他是这个 这个电子通路 就是销售这些 所谓的VR的一些相关的一个 VR的电子通路商 所以他 他往上说一个这个 涨上去的一个状况 可是因为今天就锁涨停 去追其实 风险很大也没有意思 那我觉得说 可是你说他没做完啊 对 他没做完 那我怎么不敢追 他明天如果有涨停 就买不到 就会这样子 你是怕我买不到 还是怕我买了套 买不到 如果我这样讲 掌停 当然明天如果掌停 当然就不用追了 可是如果是开平 或开一个小高的话 那当然 短线上面如果说 这个易高冷胆大 想要去充一下 还是有机会 清工好的可以去追 对 他还是有机会 那当然这个就是停损停力守好 这个蛮重要的 停损停力要锁定好 对 一定要守好 那除了元宇座以外 像这个生计 那我们讲生计 生计也是 那当然今天的一个精神指标 是这个 药滑药 那今天外资有小幅度的调节 可是这一波其实是投信像 刚刚正华哥讲的 这个是投信做上来 投信做上来 当然其实 到目前看起来 生计的一个股票 比较没有那么样的 完全都是都出现创新高那么少 跟刚刚的这个 对于就不一样 有一点点不一样 没那么激情 对对对 比如说像这个合一 今天是高到涨停板 可是这个能不能追呢 我认为不行 为什么 现在下线 对这个根本就没番多 那么多跟绿的 对也没有出现攻击量 所以这个可能只是短线上面一根 那后面就会再休息 那这个美食的一个部分 其实还有机会 可是变成说因为它的股本 反正这里头最漂亮是谁 说一句 那一只最漂亮 那我们就直接来讲 那我们来看一下也好 那两只 那那两只我比较会看好保林附警 建巧跟保林附警 对因为这个是比较 你比较看好保林附警 那现在来讲保林附警 好保林附警 因为其实市场上面做这个快塞的 就两家 主要是两家 一家是泰博科技 一家是保林附警 那现在市场上面要期待什么 因为之前就在缺快塞嘛 所以 接下来大家期待 市场期待什么 第二季的财报 它的营收会入账 因为它的五月份 我们来看 四月份五月份 它的营收都起来 所以等到六月份营收再进来 它的Q2财报 只要出来 其实市场都期待它会相当好 因为它的一个快塞的一个营收 营收灌进来之后 那加上说指标 目前都正在多方 对目前都正 这个攻击量出来 然后这个新三亚线也是正在一个多方 所以 以生计股来讲的话 它是营收相对好 然后呢 整个环境跟抽外面都比较好的股票 好 如果我想乐透一下 我应该买生计 还是应该买元宇宙呢 认为应该买生计的给圈 认为应该买元宇宙的给差 认为两个都不要买的放中间 来 如果我想乐透一下 我应该买谁呢 请举拍 生计的给圈 元宇宙给差 三票差 一票在中间 菜子说都不要买 那三票都是选 省计股 好 回到跌破眼镜 在今天跌破了好几只眼 好几双眼镜 刚刚谈到的是消费电子 谈到的是航运 我们也要谈谈特斯拉电动车 不是说月产能创新高吗 前两天还有这个新闻 大家就说特斯拉在解封之后 慢慢生产线已经恢复了 小木大姐今天竟然惊爆出现停工危机 为什么特斯拉要停工呢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我们看到特斯拉催促 略月产量创新高 怎么这个新闻才刚出来 马上今天就说 特斯拉中国大陆厂和德国厂 这个月陆续要停工好几个礼拜 好几个礼拜 为什么要停工呢 好 那这个当然就是要敢进度 那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说我们来看到今天 敢进度 停工干嘛敢进度 敢进度是这样子 就是说因为上半年的这个 进度比较落后 因为我们知道停工有一段时间 那六月其实交得还不错 六月其实它产量是出来的 那它是六月份要停工啊 对 要停工为什么呢 因为下半年照这个速度来不及了 它现在要改良它的这个 生产的这个改革 做斯拉 要加速下半年 它是为了要加速下半年 所以先停一下 然后它现在本身 它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说Q2的成绩单 当然季叠嘛 很正常 因为这个四月有这个停工的问题 但是六月还不错 那但是注意就 六月就说产出双新高 对 但是重点在这边 六月还不够 因为第二季是456 所以你看 全年的目标是150 现在目前为止才达成37% 下半年要赶93万那样出来 所以你下半年要赶93万那样出来 就算用你六月的速度 还是来不及 那这个当然我们知道 市场上对于它的这个获利财报 本来看起来的话就是第二季 这个是1.85 当然略低于首季 那这正常 不过后续来讲的话 会遇到几个问题 所以后续要赶进度 对 赶进度 但是会遇到几个问题 首先就这个第一个 就是说俄乌战争的关系 取得电池困难 尤其是在柏林厂的部分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上海厂 跟这个柏林厂 对 这个问题比较大 首先受到战事的影响 无法顺利充産能 第二个就是说Model Y的马达 本身有瑕疵 这个地方延后交车 然后它有一个系统 就是自动紧急呼叫 这个部分出现缺险召回 那为什么召回 自动紧急呼叫系统是什么 如果你发生严重事故 有可能它不会叫人 那有可能你昏迷状态 他帮我们call 他可以自动去叫 但后来发现说 这个软体本身有瑕疵 那这个地方的话有缺险 所以它召回了 Model Y Model 3 对 没有错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个上海的部分 也在这里Model Y跟Model 3 停工20天 当然我们这必须要讲 这停工是为了 让它后续的产能 能够赶快拉上来 对 它改革一些 制作的这个过程 流程 因为你一开始 我们知道柏林厂它是这样子 它今年三月出来 你要要求柏林厂 像中国一样这样子 这么顺畅的运作 有一点困难 因为德国人 他们其实工业 已经发展比较久了 那中国它基本上就是说 它政府还是比较 全力有支持它 但这个我们讲说 目前看起来的话 如果要加速的话 它是需要做出一些改良 但是不是只有这些问题而已 它其实还有一些问题 就比方说特斯拉 为什么这一次 有出现这个问题 它有比特币 对不对 我知道它有很多的 所以 不只比特币 狗狗币也很多 对 很多 刚刚讲到的就是说 停工有一个疑虑了 再像就是说 你本身财报 有受到影响就是说 这个部分 它有造成一个特斯拉的损失 这个部分相当于 去年利润的9% 将近一成 蠻多的 对 因为你股票 这个比特币跌下来相当多 那你破了2万以后 那我们知道有很多 这个玩比特币有名的 对不对 这些家族 像比特币 比特币家族 这个人很有名 那其实他们在最近 其实资产都有稍微 做一个缩水 但我觉得 这个逻辑是这样子 特斯拉 它是一家比较特殊的公司 它不愁卖不出去 它只怕做不出来 对不对 最终是它要做得出来 对 最终来讲 你是要做得出来 那再加上就是说 它股价已经跌这么多了 所以其实已经有反应 比特币这一段了 那日后比特币 也不见得不能反弹 所以它说不定 有反弹那一天 这问题也解决了 可是它有一个 外在最大的因素 BRD在挑战它 这个BRD厉害 中国市场的BRD 它确实是很可怕 为什么 你知道 它这个你可以看到 上半年卖64万辆 这什么数字 已经全球第一了 它已经超过特斯拉了 讲到比较这家公司 其实我不得不讲一下 就是说 我虽然不是很支持 就是巴菲特那一个派 它15年前重压比较迪 到现在将近40倍 有人帮他算过 巴菲特真的 15年前 怎么可以看中这家公司 我真的觉得巴菲特 这老人家 确实是厉害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合肥厂坐一台车 只要多少 60秒 如果说到这个速度的话 60秒 你看 应该都是机器人在坐 都是机器人在坐 跟特斯拉一样 全自动化 它那两台焊接机器人 是名牌 它是那个名牌 它那里有两个点焊机 那个焊接机人 机器手备 它是那个全球 比方说包括德国车高级吧 德国车在用 那自动工厂在用 就是这机器手 它这机器手 不是随便乱来 它有牌子的 这有品牌的 这高级车在用的 所以我们来看到 未来来讲的话 年产量有机会达到15万 但是重点来了 它不是只有合肥厂 它接下来包括什么山西 还有包括什么深圳 各地它都要找厂 如果照这样来看的话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电动车最重要 不是只有卖而已 重点是你要做得出来 你要能够产出 它的产量就有可能 这个地方再做拉高了 所以当然这个特斯拉 腹背受敌 可是我刚刚讲过就是说 其实股价已经拉回过了 倒也不见得 一定要这么悲观 说不定利空过程当中 打底也不一定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电动车概念的股 对 好 那我们来看到 因为缺料的问题 导致于上半年 其实基本上都不太好 大概分成几块 首先第一个 你看到德伟 今年第一季2块多 其实赚得还不错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下跌就不是业绩的问题 这些就有点像是 刚刚我们提到的说 投信 法人 之类的一些卖盘 那这个部分的话 包括德伟 脸帽 对不对 帽脸 还有包括核大 这些部分的话 目前开始都压力比较大 那同次的话 因为去年曾经跌过 目前尝试打一个底部 还可以来做一下观察 那M市场当中的比较强的 这四党相对是强势的 对 东阳以胜 KY 提维西跟红海 对 尤其你看这个提维西跟东阳 那目前为止 看起来还没有结束 东阳很强 对 很强 都没有什么跌 那今年最重要的下半年 一定当然就是红海 红海跟家族的以胜 红海我特别再讲一下 我们看一下下一页 其实今年下跌以来 最流行一件事 容卷都去放空什么你知道吗 谁除息当天就空谁 所以这一次你看像 什么联发科 长荣 都被他空过 但是第一次出现谁你知道吗 昨天除息被放空 结果你看今天就嘎他 第一次出现 除息当天空他有被嘎的 所以红海极有可能 在这个地方打一个右脚上来 那当然红海这个除了之外 我们要看投信做什么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自身科 这个其实我就没有什么好讲的 汽车动力跟安全领主件 那只要看一个东西就叫投信 你看投信他这个买法 他这一次所有的汽车股当中 他真的是这个 从头到尾一心一意 到今天为止你看 他都没有停过的 连续买 所以这两股票 一旦在这个地方 近线是首稳的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变成 第三季投信当中 应该要怎么讲 作帐的一张黑马股 大家可以来做观察 好我们回到台股近日最重要 带你来关心的是 提醒观众朋友 你手上的股票六月 营收表现如何呢 现在陆陆续续要公布了 如果营收表现很好的 股价会有反应呢 那营收表现不好的 像瑞宇 四个月新低 股价就出现破底了 所以怎么观察营收数字 因为数字和股价之间 联动关系有怎么看 因为六月营收 马上就决定了半年报 所以影响很大 那目前来看 要特别注意 有一个族群 六月营收 普遍的出现YOY的一个 大幅的下降 大幅 拐点 IC设计 我来讲一个道理 为什么 因为过去两年 疫情的时候 所以供应链的一个短缺 所以IC设计的晶片都大涨 所以它的产能也扩充 它也跟金盐代工 要了很多的产能 现在可能功过已久 所以最严重的库存调整 会在半导体这个区块 这个也会影响到整个大盘 我们看一下 做网路晶片的锐益 它的营收是96.4亿 虽然YOY还增2% 但是这是四月以来 首次跌破了100亿 MOM已经减少 我们看2379的锐益的K线 你就可以看出这个端倪 所以IC设计要小心 讲一下 它跟莲华科跟莲勇一样 是台湾在全球 前十大的三家 但是你看这一波 已经开始快速的高降 快速的斜力很抖的 快速的下跌 然后之前看它那个高点 稍微缩小一点 是在将近600 最多还有600 所以已经几乎快接近了腰斩 好 我们再看六宫格 另外IC设计 也有一个很好的公司 就是郁太 郁太是做笔电麦克风的晶片 MEMS 但是它的营收年减 16.8% 对 我们看一下6679的郁太 今天表现不错 没有 我们看这个K线 因为K线 糟糕了 虚勒勒了 对 时间拉长一点 同样 年初的时候490块 现在的股价其实已经跌了 已经腰斩了 对 为什么 莲花科在这边入股 莲花科持有了郁太的股权 高达了两成 所以它入股之后 股价来到了490块 所以换句话说 莲花科持有郁太可能账面 应该也是呈现了一个亏损 但是网通 为什么网通好 现在下游 因为现在晶片或者零组件供应 没有那么紧张 所以他们取得这些料源都比较容易的 所以反而像网通或者电子的下游 现在比较安全 电子下游和网通 六月营收是安全的 IC设计是危险的 我们看一下明太跟仲企 这个营收都表现得不错 我们看2419的仲企 为什么这两天 仲企今天早盘 亮灯涨停盘 盘中又一度亮灯 对 这两天的股价是用跳空的股价缺口 不过马上遇到这个压力 明天要注意一下 另外一个是明太 我们直接看明太的K线 380 但这个量都蛮大的 对 因为这个盘种的时间太久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什么 以前是量缩 机器太低 出大量 对 当然这个明太的话 它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EPS还不够强 所以又有营收 EPS能不能跟上 这个还要观察 好 请观众朋友留意 六月营收陆续要公布了 我们回来看底部眼镜的 除了产业界跌破眼镜 另外 油价恐怕也会跌破眼镜 不是说好要封顶油价 油价真的有办法封顶吗 现在全世界罢工连环烧 拜登会不会千驴祭穷 他想压油价真的压得下来吗 我们可以看到挪威油田工人罢工了 利比亚党派斗争 在国内示威内乱 群众还闹饥饿革命 所以在连环烧的情况之下 昨天油价大涨 今天油价大跌 大涨大跌 后续怎么做观察 我觉得第一个重点就在于说 挪威为什么会涨呢 基本上就怎么样 现在石油公司赚了很多钱 可是对于这些所谓的 雪旱工厂工人其实买好 所以挪威的工会就抗议 说怎么样 挪威你赚了一兆多 几乎一兆多 那你赚那么多钱 那我们的工时那么长 又这么危险 所以怎样 我要抗议 抗议就罢工 那罢工不得了 欧洲本来就很缺石油跟天然气 所以一抗议 昨天就整个天然气暴涨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大家看到右边这个就是 天然气价格突然就暴涨 那有毒无偶 除了挪威之外 我们看到包含说二瓜多 在这边二瓜多现在在干嘛 物价通膨太高 所以怎么样 全球二瓜多的这个民众 上街抗议 他们的石油基本上是什么 出口给美国 但是他们自己的石油大涨价 所以基本上现在面临的就怎么样 全球的市场碰到油 就怎么样 就受不了 那还有一个我们说利比亚 利比亚怎么样 它两个党派在什么 在争取这个所谓的总理的位置 所以怎么样 基本来利比亚也是北方的一个国家 它也是产油国 那基本上产油国也遇到什么样 封港 那现在封港的原因之下 你看这三个国家 一个一百万桶 一个两百万桶 所以全球的原油 基本上支出就怎么样 库存还有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供给 就大幅的下降 所以原油就这个 往上喷出 就降不下来 那这个呢 拜登就出来讲话了 那拜登说呢 我要叫加油站不能卖那么贵 对 加油站会鸟他吗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不 要是民营的 对 所以先不要管加油站 美国这个天然气 原油跟天然气协会 就出来买拜登 说什么 说你根本不懂经济学 为什么 因为石油的供给跟需求 根本不是你拜登自己说的 是谁 是现在的库存有没有下降 所以现在一个重点就是说 拜登说石油卖太贵 两个打脸他 第一个是怎么样 协会出来说 我再次跟大家强调 这边右边这个是 美国 蓝色是美国的原油库存 你看是不是见底 库存见底 库存见底 我原油价格 我怎么样便宜卖给你 不敢买 对啊 对啊 你就是没头经济学嘛 没头经济学才会说 你们便宜卖嘛 那第二个就是 我给大家看一个点 EIA公布在这个月 这个7月 接下来 接下来再两天 会公布它的原油库存 原油库存预估是 减少103万桶 所以如果这个数据公布出来 原油可能就跌不下去 那接下来就说 刚才阿冠你说 这个原油协会打脸之外 还有加油站打脸对不对 加油站也出来打脸 那拜登你还说很贵 其实这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这个图 就是说 基本上 各位看到左边的这个图 是全美的平均的这个油价 那平均价格是4.8 大家看到红色的价格 红色这边比较偏西岸 加州靠级 卖的价格是超过4.8 那右下角有些传统的什么 底特律什么 他们还没钱的 基本上卖得比较便宜 价格是低于4.8 所以 石油厂商就出来说 我根本就是赔钱卖 所以拜登之前不是说 你艾克森美孚赚太多 其实不是艾克森美孚赚太多 他现在又说什么 油厂这样太多 油厂出来打脸他说 我们自己都很讨厌 我们自己的油价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 对 加州站老板 还在他们的加州站 刮出一个标牌说 We are gas price too 我们也很恨我们自己的油价 我也不觉得我赚很多 然后我还要被污名化 所以油价恐怕会高档不坠 那天然气又很贵 那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 给大家看一张图 美国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最新我们刚才看到花旗 今天这个油价下跌 花旗就说 美国的这个所谓的 经济一定会衰退 那现在经济衰退 就遇到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 油价你涨的时候说它通膨 油价跌的时候说经济衰退 怎么都不对 油价涨也不对 跌也不对 不是花旗的讲法是这样 这个不是油价 我知道 油价如果跌的时候 你就说经济衰退 油价涨的时候 你就说通膨压力很高 他其实这么说 动责得救 他今天讲法是 我讲是给这个观众听的 就说 他說油价往上涨 跟2008一样 油价一直往上涨之後 涨到最后就会衰退 所以油价僵固性一直在上面 最后就会撞下 所以他说在年底 花旗的预估是60块 他说现在就会在高档震荡 那铜啊 涅啊开始跌了 鑫下来了 最后一把或是什么 是油价 为什么油价带不贏 因为欧米的家 他就不要当成增长 我现在可以卖啊 俄罗斯可以卖啊 我不要增长 所以就变成这样 所以我经济衰退 我就是在经济衰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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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